嘉曉晨 這日出席電影《失蹤》的首映禮 看到前陣老公范少皇 用嘴幫女女吸鼻剃出來 令JJ大喊嘔心 之後有不少熱心人士 都提供了資料幫忙 下次就不用用口吸了 其實我寶寶是 剛出生的時候 我已經買了這些東西 用那些吸鼻 但我女兒是很不喜歡任何東西 觸碰她臉 吸鼻器 不准觸碰 她爸爸也是趁她玩的時候 突然間用嘴吸了下去 嘩好想吐 我簡直覺得 原來這些是心愛 我之前聽都沒有聽過 是用嘴吸鼻體出來 我真的差點吐出來 但是 她女兒真的舒服了很多 還有我那一刻真的覺得很震驚 原來真愛是這樣的 不接受 不接受 不要對我這樣做 我受不了 我想她除了她的女兒 她也不會對別人這樣做 現在女兒都兩歲了 會不會都考慮多生一個呢 嘩順其自然 因為生完第一個 我覺得已經少了很多工作 如果再生一個 我想我失業了 所以我想還是現在 集中做些事先 對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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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